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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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放长 今天这个姻缘呢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刻意过父亲节 是因为今天刚好是星期六 而且我们邀请义工居士回来洗 这个齐龙观音菩萨水池 我今天问常哲说 第一次给菩萨刷水池 他说对 阿弥陀佛 那所以因为是这个姻缘 那加上呢 有两层的意义 所以我才说呢 我们给义工居士呢 借这个姻缘过父亲节 第一层的意义呢 是人间的 因为所有的修行 孝道都是最基本最基础的 不管是对父亲 对母亲都应该要尽孝 就是作为人子最基本 最基本要做到的 所以虽然是人间的节日 我觉得我们借这个节日 也要让自己去想到自己现世的父亲 过去世的父亲 我们有没有尽到孝道 这是人间的考量 人间的考量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说过了 义工呢 在人间的层面来讲 就是佛寺的家人一样 因为这里 是大家 将来要回到极乐世界之前 我们大家在人间的佛家 而且你们来过十方圆通寺 不管来几年的时间 一定可以感受得到 十方圆通寺 有一种非常温暖 温馨的一种属性对待所有的人 对待所有的义工居士 所以我就想说 在人间的角度 那么今天呢 刚好有比较多义工回来 我们借这个姻缘 大家要过过节 然后呢 七月法会之前 大概比较没有时间 再跟大家聚集讲话 也特别要请大家 一定要尽力的 互持常住 互持三宝 要尽心做你们的职事 把你们的职事领好 所以呢 都有给你们准备了 惊喜的这个礼物 这是人间的层面 另外一个是出世间的层面 因为从父亲节 一定想到 我们作为佛弟子 就是有大慈悲父 大慈悲父 当然所有的佛 我们都称为大慈悲父 但是我们是净土法门 特别讲的就是阿弥陀佛 是我们大慈悲父 释迦摩尼佛也是大慈悲父 所以 在出世间的一个角度 我们当然要过这样的一个 节 来感念阿弥陀佛 然后呢 所以才想到说 让大家 写写信 因为现代人都不写信了 现在网路发达 其实我觉得写信呢 是一个很有韵味的事情 很有 很有一种 我觉得作为人能够写信呢 原本你只是打打字这样发 有意义的多 我们把这封信呢 我是真的要把它画掉 就是等一下写完以后 你们各自到阿弥陀佛法照前 各自制成你们自己讲 你写什么我也不会看 这是你跟阿弥陀佛之间的连线 可是我明天一早就把它画掉 这真的把它 是你要寄给阿弥陀佛的信 你的祈求你的种种 另外一封信 写给你这一世的父亲 过去世的父亲也不知道怎么写 这一世的父亲 不管他还健在 还是他已经往生 你都要写一封信给他 已经往生了 师父负责帮你们明天在地藏天画掉 我托地藏菩萨交给他 那如果他还健在的 有两个方案你们选择 一个呢 就是你让我隐映下来 我明天在观音殿 跟观音菩萨说 把它画掉 你把原稿带回家给你的爸爸 那如果你觉得 你直接拿给你爸爸就好 你可以不用隐映 所以呢 这是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缘 一个因缘 那我刚才说到说 因为七月之前也没什么时间了 那我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什么叫供养三宝 护士三宝 我在八月十五 做超度亡灵的东风 结尾第四集的时候 会再做一个总结 因为很多人对供养三宝不了解 其实 只要你对佛门当中 任何的供养都称之为供养三宝 只要是对佛法僧的供养 乃至于一合掌 一鼎力 一毛一滴一沙一臣 都称之为供养三宝 而供养三宝 除了我一直强调是化解因果业力强力助援 最主要的是作为佛弟子供养三宝 是本分 是我们感念佛恩的本分 没有三宝有我们的慧命吗 没有三宝有我们出离生死吗 如果没有释迦摩尼佛当时为我们 这些业力凡夫 发了五百大愿 愿意来这个说佛人间 这么辛苦的 在印度这样子一步一脚印去弘扬佛法 今天有佛法留在人间吗 如果没有这个历代祖师 一代一代这么辛苦的 盖世度众生 我们今天有佛法可以闻吗 这一份恩德我们是报不完的 佛法生三宝的恩德 你就是你的生命都付出你都报不完 所以我们对于供养三宝就是我们最基本的 最基本只是众生不了解 你必须一再的提醒他 一再提醒他 你要从内心里真诚的去感恩佛 那供养三宝 这个祝元 对于供养三宝这一点 什么取决于你供养三宝功德的多少 三个心 一个 你供养三宝的时候 是不是真正的无相布施 你无所求 你平等 你真诚的欢喜 就像以前很多释迦牟尼佛时代那些长者 我无所求佛陀你要讲法 我盖个金色给你 我黄金铺地都可以 就是这样的以心 第二个取决于你是不是绝对的恭敬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打内心里对于三宝 是不是真的这么的感恩这么的恭敬 你真的想到没有三宝 我 就六道生死轮回到底了 没有三宝是这样 取决于你是不是真的感恩 第三点取决于你的志诚 感恩跟志诚有雷同有重叠 也可以分开来讲 取决于你是不是真的无相平等不失 你是不是真的感恩真的志诚 所以现在 用这个标准 你们问自己 你们对三宝 够继承吗 敢点头的我就赞叹他 够感恩吗 够感恩 少爷点头敢点大一点的 够感恩 够继承吗 还有要真正无相平等的去供养 一点在地藏经讲的 一杀一毫一点一滴 你做的任何任何的三宝门中的一个功德 从佛告示菩萨 在告示这些鬼王 鬼王在告示地方的这些土地小神 只要对三宝起这么一念恭敬 你都要去护持他 是这样层层下来的 有关地基主的部分 他也是属于鬼神众 他是土地公派下来的 土地公是像村长 地基主像虎顶 你听得懂 地基主其实是鬼神 他就是在这一个土地上可能是很久 可是他有别于一般的鬼神 他品性好 他比较有品德 所以可以被土地公挑选于 这一个人盖了一间房子 你去做地基主 土地公上面还有鬼神在管 鬼神当然是佛在管 对不对 在各个经典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只是讲故事 可是这两个故事 我觉得跟都是跟父亲有关 可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这个可以解决很多人的疑问 这个都是儿女为了往生的父亲 想尽办法 第一个十年 第二个二十七年 长久的等待 要把他自己往生的父亲 抄拔 中间辛苦的过程 这个过程 是我们很好的一个 开始资料 第一个十年 他这个呢 十年 他这个 往生的父亲 就是很一般民众 会接触到的 一般的人 你也可以问行 因为他无解嘛 为什么 他父亲往生之后 可能跟他的姻缘 一直托梦给他 一直托梦 他那时候还没有学佛 他说一九九七年 他父亲往生了 刚开始托梦是说什么呢 一直说 我墓地底下呢 有一条 暗流 他一直说 我每天 住在潮湿的房子里 我很难受 我很痛苦 你要帮我解决 他形容说 因为当时没有学佛 也不信 所以他父亲 虽然一再托梦呢 他没有理会他 没有管他 那么这样子的梦境 不断地重复 不断地重复 甚至他父亲 化现梦境说 在沼泽上破屋子 沼泽上盖那破屋子 表示他住的就是像 沼泽上的破屋子 结果呢 已经是破屋子了 还两个小鬼 把他的棺材都抬走了 连一个 其实他是火化没有棺材 可是那形容是什么呢 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是鬼类众生嘛 那他当时也没学佛 也不懂 他就是说 我爸爸就是一直给我托梦 然后 他爸爸梦中看他就是 极度的绝望 无助 因为我一直找你 你都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刚开始就是这样 这是众生的心态 刚开始 请求你帮忙 然后觉得很无助 很绝望 你不帮我 到后来 再一再托梦 开始生气 觉得你怎么可以不理我 开始生气以后呢 让他 让他过了这个 十年极度痛苦 生不如死 他说跟地狱一样的生活 因为每天在做噩梦 几乎都在做噩梦 而且呢 噩梦下醒是全身冒冷汗 肚子脚痛 因为他父亲生气了 你们这些后代子孙 没有人要理我 可是他也很无助 他梦里面也问他爸爸说 到底我要怎么帮你 你要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你告诉我 我要怎么帮你 可是他父亲 因缘味道 福报没有 所以呢 梦里面 他父亲每次刚开口要讲 梦就没有了 业力 因为也是牵扯到亡灵的业力 刚开始说 你要怎么帮我 这个梦就醒了 没有了 那他形容说 他父亲往生两年多以后 他开始接触到佛法 是圣道法门的佛法 所以他开始跟我们一般 这也是我之前 我们自己的过程 他开始帮他父亲去 水路法会里写牌位 他说这个水路法会人家做三年 他三年就都给他写牌位 然后或者是种种他帮他做 可是他爸爸还是每天来找他 每天 他给他写了 做的超度 他还是来找他 还是跟他诉苦 说他很苦 所以他很无助很无奈 说我已经帮你做到这样了 我也花了很多钱给你做功德了 那你到底还要我怎么办 所以双方都在很痛苦 他爸爸也很无助 然后开始称恨 他也很无助 他也觉得他生活很痛苦 我每天都在做噩梦 每天你都来找我药 那我又帮不了你 一直 甚至到后来 最坏的一个梦 就是他们家附近有那个乱葬缸 从小他们上学都要走乱葬缸 那走那个乱葬缸 他说小时候不怕 因为大家一起走 结果他爸爸一直来找他之后 有一次呢就做梦 让他看到就是那个乱葬缸 他爸爸也在那里 然后眼神很凶热的看他 还梦到他自己连盖房子都盖在这个乱葬缸的旁边 然后呢他非常害怕以后 梦中又去盖了一堵墙 结果这个一堵墙又出了一个口 怎么看都可以看到乱葬缸 就是不管从窗户从门 在梦境之中 梦境是幻化的 但是也是业力的一个显现 所以他说我跑遍了大小的寺院 可以做的超度 我都帮他做了 他还是来找我 所以我走投无依无靠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对我爸爸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经过了十年 他爸爸往生整整十年 他们碰到了专修念佛道场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结果呢 去了之后呢 他们刚好跟我们一样也是有写牌位嘛 也是跟他建议说 你给父亲立个牌位 他形容他的心情 他说他心里是不信 我已经跑遍大小寺院 多少地方都写了 根本没有用 所以他不信 只是碍于勤念嘛 你说写牌位好 那我们就写吧 你就写了 那么超度的方法就是念佛 对不对 他那天第一次进去念佛 他形容 他这个念佛要念两个小时 他大概只念了一个小时的时候 只念了一个小时 他看到整个念佛堂的上空啊 全部是金色的佛光 包住 他看到全部是金色的佛光 然后呢 他转头再看向佛像 他发现 阿弥陀佛把他父亲抱在怀里 把他爸爸抱在怀里 然后阿弥陀佛笑得很慈悲 然后他的爸爸 他说他十年以来 每天做噩梦 从来没有看过他爸爸笑过 他在这个念佛的伴图当中 他看到被抱在阿弥陀佛 我怀里这个父亲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笑容 所以他非常的激动 你想想看他的心境 他非常的激动 他这么的无助 这么的不知道怎么帮忙 现在竟然是这样 所以他说我嚎啕痛哭 他虽然在念佛 他说我看到这个井上 他嚎啕痛哭 然后一边念佛一边哭 他心里跟阿弥陀佛说 阿弥陀佛父亲求了我十年 我也想了办法想了十年 我怎么想办法都没有效 可是今天只念佛念了一个小时 竟然你把他抱在怀里 那我爸爸生前什么修行都没有 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也不念佛也没有修行 你竟然不嫌弃他 还把他抱在怀里 他是双重的一种极度的感叹 然后极度的一种感受 然后就这样大哭 然后念了两个小时 后面讲的是凡夫的心 就是看的当下很激动 对不对 看的当下很伤心 是不是 好 两个小时佛念完走回家呢 他开始说 我爸真的有往生西方吗 阿弥陀佛这么简单吗 这个我跑遍了各个大小寺院 将近十年他是学佛八年 我这念佛两个小时 真的我爸去西方吗 他那种不幸不是 这个怀疑是有分很多种 他这种怀疑就是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这样我爸真的有往生西方吗 结果 那天晚上 他就做了一个梦 他之前最坏的景象 景象就是梦那个乱葬缸 对不对 好 现在还是梦到那个乱葬缸 可是那个地方完全变了 变得风光明媚啊 花草树木 亭台楼阁 各种奇异盆栽 地上都是彩色的砖 旁边还有地的那个灯这样照过来 变得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他自己呢穿着溜冰鞋 在这个彩色的砖的道路上 他溜来溜去 这个时候一个意念进来 这个乱葬缸169个孤魂 跟着他爸爸一起往生极乐世界了 这个乱葬缸169个孤魂 跟着他爸爸一起往生极乐世界了 所以 他当时梦里面还没有醒过来 他说感到我前所未有的轻松 因为他十年以来很痛苦 他这个压力很大 他说他已经平民这个崩溃的一个状态 所以呢 他在梦中 后来就溜边溜到这个门口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初家师父跟他先生 就笑着在迎接他 就梦就醒了 他说从那个以后 那一天以后 他再也没有梦过他爸爸 往生极乐世界了嘛 对不对 就已经得救了嘛 我找了你十年365天乘以10 三千六百五十天 我几乎天天找你啊 好不容易 你现在终于找对了地方 就拔了我 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是 这是2014年的故事 也不远 六年前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般人很需要 在台湾的民俗 没有学佛的人 是不是很容易听到这样的梦境 去托梦 他说我的坟墓怎么了 我的坟墓怎样呢 我住的很不好 因为他是轨道众生 他才会托这个梦 假设他今天堕地狱 堕出生道 他没办法给你托梦 他今天已经升天了 也不会来给你托这个梦 通常都是轨道 堕落在轨道的 他可以给你托这个梦 我的坟墓怎么了 我需要怎么样 所以一般人就去问神 然后透过地理风水师解决 对他爸爸第一次跟他托梦说 他的坟墓底下有暗流 他马上找地理风水师去看 确实有暗流 也解决了 这个问题解决 他爸爸一样继续来说他很苦 所以表示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他的苦 他要找他的儿女的目标 找他这个女儿的目的是什么 我很苦 你怎么救我 可是他没有学佛 他怎么救他 那他就算他学佛了 他没有遇到这个净土法门的佛号 他怎么救他 所以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说 念佛是主力 对不对 我是不是用 业力是一锅水 然后我们的念佛是火 还有 共养三宝是风来做比喻 是不是 这个念佛 就是主力 是火 这个火 主力把这锅水烧开 你有火一定可以烧开水 是不是 但是就看取决于 你有没有要紧这样子的念佛 那么如果你又加上共养三宝 等于这个风吹过来 火一定变大 那 祝源于你的念佛 有的鬼道众生很需要 你要知道很多落落的各类的众生 其实非常可怜 通常 多数鬼道众生都是属于浑浑噩噩 有的就是永远待在一个地方 就像我们人 人间讲 没有智慧的人 他就是属于那样 他也搞不清楚 那你不要跟他讲 你跟他讲佛法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的业力 他的业力 让他根本一点智慧都没有 浑浑噩噩 这样的鬼类众生很多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供养三宝加念佛 有什么好处呢 供养三宝的这个功德力过来 化解他的业障 让他比较有智慧 他可以把佛号听进去 他可以知道我要念佛 他可以知道我要念佛 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存的 我一直要告诉大家 以念佛为主 一定要以念佛为主 可是你如果加上供养三宝的时候 他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助援 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 尤其在化解业力或是在超度亡灵类 因为这些亡灵类都太痛了 都太痛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呢 你们要想一下 我说你现世的父亲 那应该如果年纪大一点 应该父亲都不在 你要想想 你一定要想 你要问自己 我的父亲 有没有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我一定要尽力的念佛 我告诉你 你尽力念佛 是笃定可以保证他可以去的 笃定保证他可以去的 如果你真的 照我所说的 这么样的尽力念佛 那如果你再加上供养三宝的助援 就是一个加成的作用 你写台位 你打栽 你种种的功德回上 就像地藏经讲的 所有的我种种功德回上 所以今天我们说做父亲节嘛 另外一个故事我15号再讲 我们今天只讲一个就好 这个卖一下罐子 这个 那个 那个 要今天做父亲节 一定要想到 你自己这一世的父亲 还有他如果还健在的话 你要让他能够升起信愿念佛 这是你的责任 你才能够送他去西方 就算他业障重道说真的不信 我们看过的感应里面最不信的是什么呢 他那个不信鬼神 然后就更不用讲也不信念佛 已经中风已经瘫痪了 他给他放念佛机 就瘫痪的时候 是不是有时候不清醒 有时候清醒 对不对 连已经到这种地步 清醒的时候还要骂说 把那个东西给我拿去丢掉 然后把它摔坏 把念佛机摔坏 业力重到这种程度 就算业力重到这个程度 他那个学佛念佛的女儿 还是把他父亲最后送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你们的父亲业障要比这个重的还不容易 是不是 所以你们应该要想到 是要这样子的 一定要劝自己的父亲 好好念佛 所以今天希望呢 我们等一下呢 做完以后呢 你们写 第一个写给阿弥陀佛 你们应该是有很多话要讲才对 如果觉得我不知道讲什么 那你就要反省一下 你竟然对大慈悲附说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表示你心里没有这个父亲嘛 你心里有这个父亲 日日在思念 你怎么会没有话讲 你一定是满腔满语的话 我要讲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你们觉得有话要讲吗 有 有 可以写满一张纸啊 如果你要第二张我可以再提供 没有关系啊 那还有一个要写给自己的父亲 那么写给自己的父亲有一个要求 你 他以往生未往生 你都必须写上你念佛多少回上给他 你要拨你百万念佛的我也不反对 你自己扣 你百万念佛已经念了半年 已经念了这个八个月了嘛 对不对八九个月了嘛 那你应该有一个数字了嘛 你要从那里面拨十万生我也不反对 你自己回去把它扣掉就好 你上面注明 我八月八号把十万生回上给我的父亲某某某 这样把它扣掉就好了 所以不管你父亲健在父亲往生都一定要写 你念佛多少回上 然后呢 这个静孝呢 就是我们除了一定要送他回极乐世界 如果他还健在呢 就我们人间最基本的奉养父母 然后让他们很开心啊 让他们觉得很安慰 这都是你们基本要做的 所以呢 明天就把这封信拿回家给你的爸爸 亲自念这封信给他 可以吗 父亲还健在的举手 没有几个 父亲还健在的 对 对 好 父亲还健在的 我明天以你为范例 你在师父面前念信给你爸听 可以吗 没问题 还有恩于你们两个为范例 念你们的信给你爸听 我给你讲 父亲在中国 在以前古代代表的是靠山 一个家庭的支柱 对不对 所有一家的靠山 当然现在 时代环境变迁 还有业力的 共业的关系 现在已经很多很多都不是了 但是 父亲给我们的一个意象就是这样 就 所以人家有写 富恩如山嘛 也有这一句话 就 表示说 他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一个靠山 好 那 从这里引申 我也希望 你们 都是佛门的靠山 可不可以 这个是一个发心 你要知道有三宝让你 有三宝让你尽心是你的福报 你要感恩有一个三宝的存在 你要知道 历代祖师还包括我这个小师父 任何一个师父盖一间寺都是千辛万苦 你们盖看看 盖一间寺弘佛法都是千辛万苦 没有做的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 我们要感恩这个历代祖师 一代一代的祖师 这么辛苦 在沟山上 在种种的艰难的鼠道上 盖寺种种种种 这样子一代一代弘扬佛法到现在 要感念三宝 这种无尽的恩德 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对于三宝要真正起张恭敬心 我们给这个 因为今天是他们的日子 所以呢 那我们佛门里面最好的祝福 就是阿弥陀佛了 对不对 大家最熟悉最快乐的 就是生日快乐歌的调了 没有超过它了 所以我们一样 我们以念阿弥陀佛这个调 来祝福他们父亲节快乐 这样子 那么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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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祝他们父亲节快乐 那么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